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们昨天提到 学习要有正确的态度方法 学习也要胜于一开始 态度对了 学习才有好的效果 态度不正确 学习可能会徒劳无功 我们昨天讲到 学习手中立志 那要立什么志呢 有一对父母 希望他的孩子当外交官 那为什么他希望孩子当外交官呢 因为 他们希望 孩子当了外交官以后 他们出去外面旅游很方便 都不用钱的 这样引导孩子立志 正不正确 不正确 这样是自私自利 这样假如真的当了外交官 有没有可能不辱国家的使命啊 那他念念只想自己 他所能着眼的角度 就会很狭隘 我们也要胜于一时 去引导孩子的志向 刚好一个女孩 小女孩三四岁 跟着母亲到了超级市场 刚好遇到另外一位长辈 这位长辈就对这个小女孩讲了 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去读书呢 现在几岁就把他交到幼儿园去了 这位朋友 现在的孩子几岁就被送到幼儿园去了 两三岁就被送去了 因为父母都忙于工作 其实六岁以前 刚好是孩子教育的黄金时段 这一段投资报酬率最高 因为俗话讲 三岁看八十 三岁看到大 六岁看到老 这一些句子的背后 它都隐含很深的毅力 代表习惯成自然 人生总要有取舍 我们是要赚到钱以后 然后孩子已经一二十岁 管不动了 还是你先在这五六年 先用心教孩子 等孩子的人格都树立好了 这一身方向 这一身人格 已经不会偏颇了 您再去赚钱 再投入职场 那你是一辈子 就不用再操心 这其中的利弊得失 有赖我们为人父母 有赖夫妻好好思考 达成共识 因为我们在前两天的课程 也提到 钱不是赚就有 努力它只是财富的一个源而已 更重要的要懂得重因 而财富的因是财不实 只要您有财富是 你这一生绝对财富不缺乏 当然这是真理 问题是真理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 产生作用 产生利益 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十足的信心 假如你没有信心 你就放不下 又看着孩子一天一天长大 可是你又没有时间照顾他 又去赚钱 在那里忐忑不安 就不好 我的姐姐怀孕到后面几个月 她就主动辞掉工作了 她的工作是在台北捷运局上班 也是公家单位 我们家三个孩子很有意思 通通把公家的工作辞掉了 我的大姐怀孕的时候辞掉工作了 我的二姐她是师大毕业 教了好像是两年的书 她也把他辞掉了 又去读书 我们三个姐弟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空间 去摸索自己的人生 重要的是 父母非常信任我们 父母希望我们走出自己的路 而不是他要我们走的路 因为每一个孩子的财信 并不相同 因为我的二姐 她还想读书 我的父亲就帮他赔了工款 然后欢欢喜喜送他去美国读书 读完博士回来 该是他的还是他的 他很快就到师范大学去教书了 那我是因为教了两年的书 感觉自己 文化的底蕴太差 我也跟我父亲提到 希望趁年轻 多多学习 有了好的学问 才得以造福我的学生 那我父母很好沟通 只要我们想的没有错误 他都会放手 支持我去做 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 我的父亲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在父亲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你好好去尝试吧 所以我也给我父亲 亏了不少钱 但是我父亲 每一头都没有皱一下 一个人的人生 你需不需要摸索 需要 那由于父母这一份信任 我们也懂得走向自己要追求的理想 而我的姐姐已经走入家庭 她如何追求一个幸福的家庭 她有她自己的认知 刚好我也常常跟她沟通 把孩子教好 你的中晚年才能真正有好日子过 她就毅然把这个工作辞掉了 自己亲手带孩子 带到现在大儿子已经六岁 小女儿四岁 两个孩子都很健康 因为这些吃穿 都是她亲自照料 从小免疫力就很好 那也看到我这些外甥女儿 冬天到我们家里来 两个小孩都只穿一件衣服 在那里跑来跑去 我这个当舅舅的包了像粽子一样 我们思考一下 当一个孩子从小的免疫力很好 请问他这一辈子省了多少钱 这个你没有办法算 省钱是一个角度 一个孩子的体质好 跟一个孩子的体质不好 对他的一生 那影响可大了 他学习的时候身体健康 注意力很专注 学的效果一定比其他人好 当一个孩子从小体质不好 常常打喷嚏 常常挂病号 那他的学习力一定比别人还要差 一个人身体不好 自信心也会受影响 我常常看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 耳鼻喉科门前 都排了一堆家长 拜着抱着小孩来看病 甚至一看到 才两岁三岁的孩子 都吊着一支点滴 推着轮椅 在医院休养 我们看了都觉得很不忍心 这是从孩子健康方面 母亲亲所带 会照顾的很好 当初我的姐姐辞掉工作以后 她的婆婆 常常都在她耳边说 你生完孩子以后 我帮你带孩子 你去工作 那这时候 绝对不能跟婆婆有什么 言语上的辩论 要懂得傻笑就好了 诸位朋友 人生傻笑很重要 大家都要学 人家找你去应酬 你不想去 又不好意思 回绝的时候 你就给她一个傻笑就好了 后来孩子生完以后 都是喂母奶吃 那婆婆也很担心 母奶不够营养 就又常常跟她叮咛 要多吃牛奶 诸位朋友 牛奶给谁吃的 对啊 不然怎么叫牛奶 要道法自然 牛 吃了牛奶 一岁以后 大了几倍 你们知道吗 人吃母奶 一岁以后大几倍 吃牛奶可以大好多倍 人的体质跟牛的体质 不尽然相同 现在医学界常常在鼓吹 希望妇女能够让新生儿吃母奶 因为母奶的成分 对于孩子建立免疫力 特别重要 人往往觉得 发明越多的东西就越好 其实还是随顺自然 才是最有利益的 后来吃母奶 吃了半年以上 小孩没什么生病 接着他婆婆就改口了 都跟别人讲 吃母奶真好 在这个时代 用嘴巴讲 想要说服别人 很困难 很困难 因为在成人的世界里面 人们不会听你说什么 人们只会看你 做什么 以及做出来的结果 那 后来啊 因为我姐夫啊 一个人赚钱 一般人会觉得 一个人赚跟两个人赚 谁赚得多啊 该是你的钱 跑不掉的 从我姐夫辞完工作 从我姐姐辞完工作以后 我的姐夫的收入 就一直增加 不缺钱 那我姐夫还会 拿一些钱啊 给我姐姐用 其实当家庭主妇 会不会用什么大钱啊 当家庭主妇啊 全心全意照顾孩子 哪还有时间去逛 大百货公司啊 都是把孩子交给幼儿园 自己都去逛百货公司 然后再买很多漂亮的衣服 这个时候先生就必须 疲于奔命的什么 赚钱啊 又要买衣服 又要买奶粉钱 然后父亲又忙得不可开交 有没有时间陪孩子 对啊 父母陪孩子的时间都不见了 那这一份亲情又如何 发展得很好呢 我姐姐把我姐夫 给她的一些零花钱啊 又告诉我说啊 反正我又用不着 你就帮我拿去啊 捐掉吧 她知道我常常啊 会印一些经书 那我拿了她的钱啊 就帮她去布施 刚好有一次全家人 到一家超市去 超市刚开幕 有抽奖活动 我姐姐顺手啊 就写了抽奖单啊 写好以后啊 就丢进去了 她的第一特奖啊 是一台轿车 过了没多久啊 我姐姐接了一通电话 她说啊 你抽到了第一特奖 一台轿车 之后又去把那一台轿车 怎么样 开回家里来 财布施 得财富啊 这是真相 我们有信心 你的人生 就能求什么 得什么 当我们都没有做财布施 很吝啬 纵使你一辈子 很辛勤的工作 到头来 手上也留不着 多少钱 很多人听了以后就说了 那我没钱 怎么做财布施 财布施分两种 一种是内财布施 一种是外财布施 外财布施属于 你用金钱 甚至于用衣物 吃的穿的 供养给需要的人 这是外财布施 那内财布施 是用你的劳力 用你的经验 智慧 去成就别人 这叫内财布施 那诸位朋友 难行能行 越难做的是功德越大 那是内财布施难 还是外财布施难 你们可以去做实验 在一个大都市里面 你叫他圈一百块容易呢 还是叫他来当三天义工容易 当三天义工 很多人马上就说 对不起 我狠什么 更困难 内财布施难 内财布施的功德也大 我们在中国大陆 以至于世界各地 办活动 讲课的老师 可能只有三五个 但是成就 这个课程的义工 可能要三五十个 甚至于更多 而这一些服务的义工 他们都非常的用心 非常有爱心 我从这一些义工的脸上看到 他们在剪菜的时候 他们在插桌子的时候 内心都是想着 太好了 这一场课程办下来 有三百个老师 有五百个老师 将可以学习到圣贤的智慧 而这三五百个老师 往后会教多少学生 那无法计算 他们是用非常欢喜的心情 来成就这一个因缘 而人的福分 福田心根 他们那一个心量 积了大福 他们在那个当下 服务了成千上万的人 他们的功德 比讲课的人 那是无恶无别 甚至于比讲课的人 心量还大 我们讲课的人 讲完以后 可能别人说 蔡老师你讲得真好 这个八风一吹 我们就 恍恍惚惚 功德都没有了 他们都是基因德 都是内心默默的 在那里付出 他们的功德更大 确实只要人有一份 利益他人的心 要积福报 并不困难 这是内才不失 我们随缘随分 甚至于我们一言一行 都可以积福报 看到别人有好的表现 我们一言赞叹 让大家跟他学习 那是积福 看人与人当中 发生冲突 我们用言语去欠卷 用言语 让他们互相退一步 这也是在积福分 那行为当中 我们走一步 举步能长看重矣 在走的时候 还念念想着 不要去伤害森林 那你这一个存心 每天都是福会增长 教导孩子 最重要的是要 教导他那一份存心 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朋友很喜欢爬山 他带了一群小朋友 到山上去 告诉这些孩子 我们到了山上 这一些万物是主人 他们长期住在这里 我们是什么 客人 有没有客人到人家的家里面 然后大吼大叫的 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 这样就很没规矩了 所以到了大自然 要尊重主人 尊重所有的这些动植物 不可以大声叫喊 也不可以破坏他们 看到蜘蛛网 他们会很自然的 靠旁边一点 不要去破坏到这个蜘蛛网 这个朋友告诉这些孩子说 这些是蜘蛛的家 我们应该要爱护 这叫爱尽存心 常常能爱护 恭敬一切人事物 这样的孩子 保证也是厚福无穷 一言一行 都能积累自己的福分 而纵使是财不失 绝对也不是 捐多了 功德就大 当我们捐这一笔钱 内心是想着 报纸可以帮我报出来 让大家都知道 哇 那这个功德不见了 扬善想世民 那大家都知道了 那你的这个福报也爆掉了 应得天报之 你所有的行善 都不为人知 默默在那里付出 那你这个福分 上天一定会 机缘成熟 就回报你 而当我们的生活很困苦 却又能够 尽心尽力来布施 纵使你捐的是 只有十块一百块 功德都很大 我记得 曾经听到一则报导 有一对老农夫 他们一身 存了差不多三四十万块钱 刚好他们故乡 盖了一间医院 这一对老农夫 知道以后 把他这一笔积蓄 捐出来 买了一台救护车 一个企业家 有几十亿的资产 他也捐一台救护车 这位朋友 谁的功德大 那差太远了 一个是 只用他的九牛一毛 一个却是 尽心尽力的付出 那所赶来的福报 当然不一样 基福都是从这一个 存心来做起 家庭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经济问题 另外一个是教育问题 但我们明白 经济问题 要靠布施 要靠努力 自自然然 就不会有状况了 接着就是 夫妻之间 要建立正确的 教育孩子观念 刚刚我们提到 学贵立志 不只我们学习要立志 我们也要引导孩子立志 宋朝的名相 范仲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呢 小时候 他刚好遇到一个算命先生 那他对这一位先生请教 他说你看看我 以后能不能当宰相 这个算命先生看一个小孩 居然说他要当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宰相 就对他讲 哇 你是不是胃口太大了 那范仲淹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接着又说了 不然这样好了 你看看我能不能当医生 算命先生觉得很纳闷 怎么两个志愿差这么多 他就好奇问他 你为什么两个志愿 从宰相变成医生 接着范仲淹就说到 因为只有宰相跟医生可以救人 良相是救一个国家的人 良医可以救一切他的病患 算命先生听完很感动 一个孩子这么小 就有这么远大的志向 他接着就对范仲淹讲 你有这一颗纯心 是真正的宰相之心 你以后一定会当宰相 这算命先生也很懂得教育 懂得事实 给予孩子鼓励肯定 假如你是算命先生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对范仲淹说 他一定可以当宰相 假如是我 我说他一定会当宰相 因为他读书跟其他人一不一样 一不一样 其他人读书是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我的荣华富贵 而范仲淹研读书是无限的喜悦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他往后就多一份力量 可以利益人 其他为公民读书的人 常常会活在患得患失 第一次没考上 第二次就在那里紧张的办事 而他们对每一句玉礼 领会出来的境界高下 绝对有很大的差别 引导孩子立大志 他往后念的每一本书 跟其他的学生也会不一样 当他有这一份志向 你都不需要推他 他就会用心去读书 我们现在问这一些 学了几年 中国文化的孩子 问他你读书是为了什么 他们会只有一个答案 他说就是要做圣贤人 读书自在什么 圣贤 但是目标确立好了 也要一步一步走过去 登高必自卑 要爬高山从哪里 从山下慢慢爬上去 行远必自尔 我们要走的很长远的路 也是从眼前 这第一步跨出去 我们不画一个大饼 我们告诉孩子 当圣贤人 首先就是先给母亲倒杯水 先给母亲拿个拖鞋 先当一个孝子 就是往圣贤的路上走过去 先剪下眼前的一片紫穴 你就是当好公民 当你在念书的时候 都很专注 当所有同学的榜样 你就是在当一个好学生 都是往圣贤的路上 大大的跨了一步 引导志向 也要循序漸进 从当下开始努力起 有一个孩子 他们的老师问他 假如你们现在有一亿 你会想做什么 各位朋友 您可以回去问你的孩子或孙子 他假如有一亿 他会想做什么 会不会第一个念头是去吃麦当劳 这一个孩子说到 第一 我要盖一所学校 让更多的人 能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 第二 我要盖一所医院 让很多病苦的人 能得到安慰 得到健康 这个孩子 为什么有这样的志向 敬诸则赤 静默则黑 这孩子从小接触的 都是读经的孩子 接触的 都是推广中国文化的老师 那他当然就是这样的志向 环境的教育 影响甚大 第三个 他讲了三个志愿 他说 他以后要当蔡老师 假如这是你儿子 你听完以后 内心怎么样 可能会高兴一个月 晚上睡觉还会偷笑 老师听完以后 因为他母亲 因为他母亲正在外地讲课 老师打了电话给母亲说 你看你儿子今天讲的这三个志愿 讲完以后 这个妈妈没有偷笑 这个妈妈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他儿子 他说儿子 你有这样的志向很好 但是这三个志向 是不是一定要等你到一意的时候才能做 一般的家长已经高兴的不知道 该说什么了 但这个妈妈却一点都没有被这个喜悦冲分头 抓住这个机会教育 问了孩子以后 接着又说 他说蔡老师有意义吗 蔡老师现在是一贫如洗 这么一问 孩子感受到 不一定有钱 才能做有意义的事情 而当他以后要办一个学校 更重要的不是有那一个建筑物 而是他有没有真实的学问 而这一些功夫 都是在他现在每一天 努力的学习 立志重要 而引导孩子立志也更重要 刚刚提到 那一个三四岁的女孩 到了超级市场 遇到一位长辈 长辈跟他讲 你怎么没有去念书呢 接着这个女孩 转向 转个头 跟他母亲讲 妈妈 为什么要读书啊 三四岁孩子很单纯啊 为什么要读书 接着这一个长辈就说了 读书才能赚大钱啊 这个妈妈 这个妈妈一听 很有警觉性 跟这个朋友使了一下眼色 叫她闭嘴 接着就蹲下来跟她女儿讲 她说 她说女儿啊 读书要学本事 学了本事 才能够服务社会 你看 我们每天穿的衣服 吃的饭 都是多少人的付出 我们才有这样的生活 这是正确的人生态度 社会国家者 互助之体也 我们的社会国家 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团体 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我们从小引导孩子 就是赚大钱 就是有钱就有地位 这样的人格一定会偏颇 一定会发生 像弟子规讲的 产妇 娇贫 他有钱他就骄傲啊 诸位朋友 现在人真的太傲慢 有钱可以傲慢 学历高也可以傲慢 穿的鞋子比人家贵 也可以傲慢 甚至于一栋大楼 二十五层楼 我们住在二十层 看到那个坐三层楼电梯的人 我们也很傲慢 因为我们付的 每一个月的 公共设施费用比他还多 都会有傲慢的心起来 傲不可掌 我们要学习恭敬 学习感恩才对 生活的目的是要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 这一个价值观重要 当我们这样引导学生 引导下一代 他会体会职业无贵贱 每一个工作都值得尊敬 每一个工作都值得尊敬 都值得我们感谢 有一次我很早就到学校 在整个到学校的路途过程 发觉到道路非常的干净 我心里就想 我现在是六点多开车 就有这么干净的道路 请问 谁下的功夫啊 多少的环保人员 在三点四点 这么早的时刻 就已经出来 帮我们做服务 到了学校 我就问学生 你们出门的时候 道路干不干净啊 他们说很干净 我说干净是结果啊 原因在哪 在于我们每一天 都有这么多环保人员 在帮我们服务 当我们这样去引导 您相不相信 底下有环保人员的孩子 他不只不会瞧不起他的父母 他会更尊重他的父母 这样的心灵才会健康 我们人生价值观引导错了 孩子一辈子都生病啊 精神有病啊 好 接着这个母亲呢 又跟她的孩子讲 她说就像 刚刚我们给这一个叔叔买馒头 就是因为叔叔有读书 有学习 他才会有能力做这个馒头 而我们很感谢这个叔叔 给我们做馒头 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感谢他呢 能不能把你的玩具熊送给他 送给叔叔 叔叔又玩不了 那为了表达我们的感谢 我们拿钱给叔叔叔 让叔叔可以去买他需要的东西 互助啊 这样去引导孩子 他觉得读书的目的就是要学好本事 去服务人群 要胜于开始啊 所有孩子对人生 对他人 处事做人的态度 都要有赖父母正确的引导才好 学贵立志 学贵立行 当我们学一句做一句 孩子也会学一句做一句 学习手中赤地 小学中赤士书 我们要安心下来 把这一本地质规扎扎实实学好 假如地质规这个根基不扎好 又看了一大堆的书籍 这样是扎了 扎不是学习的好方法 三字经上也把学习的方法告诉我们 教之道贵专 教跟学是一件事 教要钻 学也要钻 现在的孩子一天七节课 七节课上什么 国语 数学 自然 社会 体育 美术 音乐 他一天脑袋要转几次 学个国文 才慢慢有一点感觉 马上要转成数学 数学学了一下 还没有入状况 又要转成什么 能定得下来吗 很难定得下来 学习专注就好像打井一样 他一口井 就把他打到 建到水源 而学得很杂 就好像打了一百口井 但是没有一口井 打到水源 要专注 才好 有了这些正确的学习态度 我们接着要了解 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 两个字 道 德 能掌握 刚领 就能 刚举 目张 那什么是道 什么是德 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道 是 轮场大道 是跟我们生活 跟我们人与人 最有关系的 道理 轮场大道 昨天我们也提到 是哪五个轮场大道 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 朋友 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下 这轮场大道 是不是谁规定的 是不是孔夫子规定的 不是 它是自然的道理 随顺大自然 你看 父子关系 它是自然的 夫妇关系 它是自然的 随着你人生的因缘 所产生 有没有可能 我今天 走在路上 看到一个小孩 我跟他讲说 我当你爸爸好不好 他一定会 吓得半死就跑掉了 因为不自然 随顺这个 轮场大道 不愉悦的 去做人 去处事 就会流落出 德行来 但我们能随顺 父子 知道 父就能持 只 只就能孝 这个就是德 当我们能够 忽义 忽听 忽义 义是德 父听 听也是德 当我们能 为君者 君人 人 就是君之德 臣忠 忠就是臣之德 能够胸有 地公 这个朋友 朋友 有意 长慧 又顺 这就是德 朋友 有意 有道意 这就是 自然流露出来的 德行 那我们 首先 来看 父子 有亲 他确确实实 是随顺自然 回想到 孩子小时候 一两岁 跟父母之间 那种亲爱 是天性 当父母责备他 处罚他 你越打他 他越往你的 怀里 钻进来 有没有一个孩子 一岁 你打他 然后他就 用他的白眼 瞪你 没有啊 对你是 无限的亲爱 可是为什么 这个孩子 四五岁的时候 他会跟你 发脾气啊 他会跟你 反目啊 问题出在哪 出在 这个父子 有亲的 这个德行 没有保持下去 就 苟不叫 信乃前 教育孩子 最重要的 就是把他 父子有亲的 这一个天性 保持到终老 那他一生 就活在道德之中 我们古代的 这些圣者啊 确确确实实 做到了 我们看到 大顺 虽然他的父母 对他 有些 不尽人情的地方 但是他的心中 只记住 没有父母 就没有我 还是对父母 自成的孝敬 那这一份德行 就把他父母感动了 甚至于啊 把天下的人都感动 都学习他的孝行 尧顺那个时代 夫子是最羡慕的 那时候的人心 都非常的有道德 而当为人父母者 孩子生出来 一看到这个孩子 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有没有人当父母 孩子一生出来 第一个念头说 二十年之后 他一定要给我买大房子住 有没有这种父母 都很自然 生起的念头 是希望他能健康成长 希望我能好好照顾他 那种亲爱 自自然然就流露出来 父子有亲天性 父有此 只只才有效 当父母没有好好教育 这个孩子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躲 没有好好教他 就很有可能 会出现了 忤逆的小孩 那为人父母者 首先一定要对教育 有正确的认知 我在念师范院校的时候 我的老师讲了一件事情 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到 有一天刚好下雨 他走出校门 师范院校 师范院校旁边都有一个 附属小学 而这个附属小学里面的小朋友 大部分都是大学老师 职工的小孩 我的老师看到一台豪华的轿车 缓缓开到小学门口 校门前有一个小女孩 正在那里等 原来是她的母亲 要来接她了 母亲有点匆忙 赶快把车门打开 把雨伞拿起来 要去帮她 要把她接进车里来 当母亲才跨出车门 这个小女孩 喊得很大声 说道 你白痴 现在才来 我的老师本来在走路 听到这句话 路都走不下去了 很错愕 还有另外一句 更夸张的话 接着出现 这个母亲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她很用心照顾她的孩子 把她照顾成什么 把她毁了 爱之主义 害之 孩子不能宠 宠不是爱 不能溺爱 敏南话有一句 性地压走 性女孩不好 性母差劳 性女孩在背后 就背开口 性女孩在背后 性女孩在背后 我们从这一句 理语当中 就可以体会出 人生 方方面面的 意理 而所有的问题 都出在不理智 感情用事 用宠的 促身能不能宠 你看现在还有把狗 抱去做SPA 伤温暖 还给它买衣服穿 颠倒啊 都不常回去看父母 然后还带狗去做SPA 很多宠物被宠成什么样子呢 跳到床上去 主人说你给我下来 不然我打你 他甩都不甩他 因为这一只狗 已经把他主人的底细 摸得一清二楚 畜生都不能宠 人能不能宠 所以宠儿子 他一定不孝 生竟不好 有一对父母 生了六个儿子 听说是六万斤 是吧 生女儿是千斤 生儿子是万斤 生了六万斤 高不高兴啊 不要高兴太早 都让他们书也读好了 买了六栋房子 老婆也跟他们娶好了 娶了六个老婆 一个人一个 都帮他们的家庭安顿好了 请问他们得到什么结果 没地方住 大儿子 大儿子 还有点良心 在一个猪舍旁边 盖了个小木屋 给父母住 旁边住的一些邻居啊 看不下去的 就对他们夫妻讲 去告你六个儿子 各位朋友 要不要告 要不要告六个儿子 你们还犹豫啊 你们还犹豫啊 要不要告 告 犯了兵家大忌 居家借征送 一个家庭最忌讳的就是 告上法庭 这个家风必败 你去调查看看 那个家庭告上法院的 还有兴旺的吗 真的去告了 法院判 六个儿子要奉养父母 一个人照顾两个月 刚好十二个月 好去照顾了 这一对夫妻 本来还有二十年阳寿 他媳妇照顾他的时候 菜都是用丢的 你赶快给我吃哦 待会我就要收了 每天过得很紧张 本来可以活二十年 过三年以后就得癌症 精神很怎么样 那种日子会好过吗 确实啊 早知今日啊 何必当初 父母要反省 孩子是我养出来的 孩子是我自己啊 惯坏的 赶快在等待时机啊 感化孩子 哪一个时机最好呢 当他自己有小孩的时候啊 他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了 当他有小孩 他想把他的孩子教好 这个时候你赶快把 蔡老师的VCD送给他 当他听到说 夹菜先夹给谁吃 假如假如夹给儿子吃 你的儿子以后就要不孝顺你了 他为了让他的孩子孝顺他 他就会开始帮你夹菜 夹久了 慢慢也会变真的啦 因为他在做这个动作啊 他会感受到 内心有一份喜悦 其实不孝顺的人啊 他内心快不快乐啊 他也不快乐的 他只是被他的习性做主而已 当有机会能够 如果做这些有道德的行为 他也慢慢会被感动 所以儿子不能宠 妻子也不能宠 宠了妻子啊 他会一哭二闹啊 山上吊 你看哦 一个太太假如常常吵闹 保证 这个先生迟早会败下来 所谓妻贤夫祸少 妻子很贤德 丈夫啊 祸患就减少 只孝 父心宽 孩子孝顺啊 父母的心啊 非常的宽慰 当妻子不贤德的时候 他在那里上班啊 都不知道 太太今天会给我搞出什么名堂来 常常电话一响 他心跳就加快 会不会又是我太太打来的 心跳越快 寿命越短 各位朋友 一个人一生 心脏固定跳差不多多少下 跳完就走了 我们去看那个运动员的寿命长不长 很短 因为他都过量运动 心跳太快 那当我们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亲人 就会很紧张 心跳加速啊 我们是在减短他们的寿命 从这里啊 我们要了解到 当我们出现的时候 亲友都非常的心安欢喜 他们才能长命百岁 妻子不能宠 再来啊 丈夫不能宠 你宠了丈夫啊 她在外面会流脸忘返 你在家里会 孤枕难眠 还会独自哭泣 要胜于开始 当然 这样的丈夫不能嫁了 所以 眼睛要睁大 要会判断 待会再教大家判断的方法 你说 蔡老师我都结婚来不及了 人生的遗憾 不要在下一代继续发生 假如你已经结婚了 以后 可以选女婿 选媳妇用 要高瞻远瞩 再来啊 女儿不能宠 宠了女儿啊 她嫁到人家家里 就搞得人家 鸡犬不宁 现在很多女孩子 嫁过去脾气很大 每几天就吵着 要回娘家去的 一回娘家 爸爸怎么讲 进来 爸爸给你靠 你不要担心 要住几天都没问题 这是不是帮女儿 这是害的女儿 她人生应该学习的课题 不可以跳过去 她要学为人妻 为人媳妇 甚至要为人母亲 为人母亲脾气那么大 能教好吗 不可能的 她那个忍的功夫 是人生必修科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当中 我的外公外婆 来我们家 十只手指头都数得出来 当我外公外婆 到我们家里来 我有一幕很深刻 我的外婆一进门 就会拉着我奶奶的手 还没坐下来 边走就边说 我这个女儿 我的外婆就对我奶奶讲 我这个女儿动作很慢 你不要 你要多包含 我这个女儿 嘴巴不甜 不会说话 你不要 您不要跟她计较 就这样沿路 把我妈妈一些 比较会让婆婆 不高兴的 所有缺点 通通都讲出来 那个时候 我看了一坨雾水 哪有妈妈都一直讲 自己女儿不好 等讲完以后 刚好 两个老人家都坐下来 接着我奶奶就说 这个媳妇好 菜煮得不错 这个媳妇哪里哪里好 就变成 在称赞我的妈妈 后来长大了 终于明白 真是人情练达 接文章 女儿不止不能宠 女儿的不好 还要自己讲 女儿的好 留给谁讲 留给婆婆讲 这是人生的智慧 好 我们了解到 不能溺爱 不能宠 那如何 才能真正 把孩子教好 我常常会问 家长一个问题 什么叫教育 各位朋友 什么叫教育 假如我是小学校长 这些要来应征的老师 我第一句就问他 什么叫教育 假如他都答不上来 你敢不敢用他 好 当父母 我们都当了六年七年 当了十一二年都有了 假如我们不知道 什么叫教育 请问在孩子的那一亩心田 我们这十多年来 下了什么种子 下了什么种 你怎么下种 可以下得不明不白 下得不明不白 现在开始收割了 怎么变这样 怎么变那样 所以很无奈 在这个时代 不用去怪任何人 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 他说 我没有把儿子教好 因为我不会 我爸爸又没教我 他去找他爸爸 他爸爸说 也没有人教我 不用再找了 中国文化断了太多代 每一个人都很不愿意 把他的孩子教不好 都有这一份爱心 苦无方法 我们在各地办的家长课 一开始都是二十几个人 到最后都是一两百个 挤不下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 父母真的都是希望 望子成龙 望女成风 而这一些教育的真智慧 都在经典之中 可惜我们没看经 说文解字 把这个交字 注解得相当好 交者上所思 下所孝 我们一看这一句 什么叫交啊 以身作者 叫交 上行 下效 身教者从 其实教育并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因为我们 没有掌握到根本 就会四倍功半 会累得半死 没什么效果 身教者 孩子很自然就跟你学习 因为小孩最强的人力是模仿 我的外甥 在两岁的时候 他常常会到我们家里来 有一次看我姐姐在那里插桌子 刚好他离开一下 这个小男孩跑过来 也很好奇 也拿着抹布在那里干嘛 在那里 煞友尬事 在那里玩起来 我姐姐走过来 就抓住这个机会 就对他讲 他说小伟 这么小就懂得帮妈妈做家事 真是个好孩子 他本来是这样插 突然精神抖擞 你看 这一句肯定 增长他的笑心 接着又跟他讲 插桌子 你已经插得很好 但是假如 能再把四个角落 都插干净 那你这个插桌子的功夫 就很高了 一来肯定他的笑心 二来同时把 做事的方法 交给他 那假如 没有父母很勤快的工作 他怎么会来模仿呢 这个就是深教 很自然就跟随了 言教者送 昨天我们提到 为什么孩子会叛逆 因为当父母只说不做 他那一股不满 会积累 到最后就会有争执 我到海口去的时候 刚好 坐在公车上 看到有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小孩 走在走廊上 这个母亲 左手拿了一只甘蔗 这一个小孩 右手拿了一只甘蔗 这个母亲 走了两三步 把甘蔗渣 往左边一吐 那时候 我的公共汽车 已经缓缓 经过了 我把我的头弯过来 一直想要看下一幕 我没有看到 诸位朋友 你有没有看到 你们一定看到了 你们的脑海浮现了什么 这一个孩子 会往他的右边吐一口 当他的这一对母子 走过这一条长廊以后 你会看到 留下了两条甘蔗渣 父母的一言一行 不管好坏 孩子都在学 要有这样的警觉性 有一个父亲 他是捷运公司的主管 有一天比较晚下班 回来以后 公司又打电话来 请他要再去处理一件事 他就很生气 拍了一下桌子 他说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连这点小事又要叫我去 这个家长 已经听过地址规的课 因为脾气控制不了 骂得出来 不过骂了以后 他还向四周看了一下 儿子不在 过了没几天 有一天他回家 他的岳母跟他讲 你知不知道你儿子今天跟我说什么 你儿子今天跟我拍桌子说 你是干什么吃的 连这一点事都做不好 孩子没有在旁边 他是看不到 不代表他什么 听不到 为人父母 时时要想着 我要当孩子的表率才行 我们在上地址规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 事虽小物善为 不是孩子事虽小物善为 家长也要事虽小物善为 有一次 有一个老师 载了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才五岁多而已 刚好停红灯 红灯停下来 这个小孩说 老师 你可以这么开车 这十字路口旁边会有 右转弯道 因为老师停在这里等红灯 这个孩子说 老师我教你 你从这边开过来 然后再从这边绕回来 然后就不用等红绿灯了 你看 小孩跟谁学的 这一个动作 第一个不守法 第二个 这个动作有多危险 只要一次发生事故了 那可能是终身的什么 遗憾 不只是自己终身遗憾 还有可能是对方终身的痛苦 事虽小物善为 他的母亲是警察 当天下午 老师就打电话给他妈妈 现在的成人面子很重 你可不能直接就批评他 这个老师就跟他妈妈讲 今天你儿子教我如何开车 这个妈妈听完很不好意思 就在电话那头笑起来 要很慎重 教导我们的孩子 好的 坏的学得很快 好的也学得很快 不只 你的一言一行会学 甚至你的一片存心 孩子都能感受得到 人跟人的沟通 人跟人互相的影响 还有比言语更强的力量 就是你那一份存心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 有一天回外佛家 刚好我们是坐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技术不大好 开到水沟里面去 他倒车没倒好 就掉下去了 后来后半路途 因为他掉下水沟 把排气管中松了 后半路途就是 扣扣扣扣扣扣扣 这样才到了外婆家 下了车 我母亲把车费付给他 额外又拿了五百块台币 给他 那时候我念小学 也已经是二三十年前 二十多年前 那五百块也不算少 当我母亲把这五百块 拿给他的时候 我站在旁边很感动 我的脑海里浮现了一段话 这个话是这么说 母亲因为感觉到 他们是靠劳力赚钱 假如再去修这个排气管 可能会是他家庭的负担 而我们的经济比较宽裕 应该给予他一些帮忙 我们很感动 母亲处处替人着想的心 后来我长大了 又开始讲课 我打了个电话 跟我妈妈讲了这件事情 我妈妈记不记得啊 不记得 诸位朋友 你所有不记得的事 都在影响你的小孩 我们家三个孩子 跟人家吵架吵不起来 真的吵不起来 有时候 我妈妈在批评我爸爸 因为本来是去给人家拿钱 人家欠他钱 去了以后 钱没有拿回来 还额外又付了五千块给人家 因为去了以后 又了解到 他的孩子都付不出学费来了 不止没要钱 又把五千块 又给他们了 我妈妈就说 你这个烂好人 讲完以后 又看看我们 你们也是烂好人 其实我妈妈也是烂好人 但是 人欠你 天会还你 这是真理 生教 重要 上行 下效 接下来 欲 欲是 养子 始作善也 这一句话的核心字眼在哪里 养子始作善也 核心在哪 在哪一个字 善 教育孩子 是要让他 成为博士重要 还是成为善人重要 你把他养成博士 他又不善 他以后会 祸国殃民 他以后会让他的太太 痛苦的不得了 你不止对社会没贡献 还有害处 德行重要 那我们现在要访问自己 请问我们知道 什么是善吗 知不知道 教儿教女 先教谁 先教自己 有一个孩子 来跟 我们的老师提到 他说老师 我都去帮 同学 买便当 我们听了以后说 你很好 都懂得帮助同学 接着 这一个孩子又说了 因为我去帮同学买便当的时候 我可以赚五块钱 后来他就提到 他有去问他们老师 说老师 这一些同学 为什么没自己去买便当 因为他们被老师处罚 然后必须留下来 他去帮他们买便当 他们赚这种 灾祸钱 他问他老师说 老师那我这样 多收同学五块钱 对不对 他的老师揍了一下眉头 好像不大好 不过啊 你们也付出劳力了 拿五块钱应该是可以 这样交对不对啊 重力就会怎么样 轻易 重力就轻到易了 老师自己都搞不清楚 孰亲 孰众 有一次 在战国时代 孟子到了梁国 孟子去见了梁慧王 这梁慧王一看到 孟子就对他讲 老人家 你来到我们国家 是不是有什么利益 要带给我们 你看现在人都是 我到公司来工作 我有什么利益 都是立志当头 接着孟子就 跟梁慧王讲 他说君王啊 你怎么一开始就讲利益呢 假如你只是重利益 到头来啊 上下交真理啊 你的下属都会来跟你抢利益 我们何不谈谈仁义呢 假如你教导你的子民 要仁慈 那仁慈的人 绝对没有不照顾父母的 那重道义的人 绝对没有啊 会不效忠他的国君领导人 所以应该先谈仁义 而不是先谈利害 我们教孩子要教善 一定要先重他的善心 德行 这才是正确的教导 而不是啊 他很聪明 而不是他啊 处处跟人计较啊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啊 现在教得这么重力 我们教给他的思想不对啊 我在念师范院校的时候 也读了不少啊 教育心理学 我在这些书籍里面看到了 很多的实验 都是拿着猫 老鼠 小狗 这些动物啊 来做实验 然后做出来的实验结果啊 拿来教谁 教谁啊 教人 好 所以教出来的人都像什么 你看 一点都不是偶然的吧 人实在也太不理智了 觉得新出来的东西就是好的 错啦 能够超越几千年的时空 都不会被时代淘汰的 这才是真理啊 这几千年来老祖宗的智慧 让多少家庭 多少社会兴旺 兴旺起来 可是我们不用啊 偏偏要用这些动物做出来的实验 的结果来教孩子 所以你看现在的孩子 眼中只有什么 只有自己 只有欲望 人跟动物的差别 就在 人有 道德 仁义 人有人义理智 这才叫人 所以孟夫子讲 侧隐之心 人之端也 人有 懂得去 同情别人的心 这是他人心的发端 修恶之心 义之端也 对不好的事物 他会觉得羞耻 这是他的义 慈让之心 处处懂得 谦让别人 这是他理之端也 是非之心 他懂得分辨 是非善恶 这是智之端也 有人义理智 才称之为人 那我们人义理智 教了没有 我们有一位老师 到了师范院校 去讲课 当场 有一千多个 准老师 所谓准老师就是 有的过一年 甚至两年 就要到学校去教书了 老师问他们 因为有一本书 写到要把人 教成狼的精神 教成狼 又有书说 要把人教成羊 那老师就问他们 要教成狼 还是教成羊 结果很有意思 右边的这一群人说 教成狼 左边这一群说 教成羊 好 那我们现在问大家 教成什么 你们居然还犹豫啊 教成什么 教成人啊 你看人颠不颠倒 有一个幼儿园 刚好 来了几个心理学家 做测验 刚好测验的第一题 说到 假如你在路上 看到一只小猫 那时候下着雨 他已经生病了 在那里颤抖 奄奄一袭 那你会怎么做 小孩回答的答案 百分之六十一是 杀了他 所有这些工作人员 听到这些回答 都非常错愕 整个教室 弥漫着 一股 很诡异的气氛 这些孩子 还把具体 如何把这只猫 杀了的方法 讲出来 有的说 拿脚 踹死他 有的说 拿棍子 敲他 还有说 拿电 垫死他 我们看到 孩子的这个结果 不要 伤心难过 要从阴上解决 他们这些态度 跟谁学的 跟谁啊 跟父母啊 父母还叫要电死猫啊 终于找到凶手了吧 跟电视 跟电脑学的 我们看看现在电脑 那些游戏都是什么 拿着枪 从头到尾都在那里 哒哒哒哒哒 仁慈之心起得来吗 他还觉得杀人 很好玩啊 有一个大学生 常常打电玩 打到最后 精神有点错乱 常常都觉得 周围的人要杀他 他就把这个情况 告诉他的老师 他的老师觉得 情况不对劲 赶快 联络他的父母 要把他带回去 父母还没到 这一个学生 已经在 学校旁边的 巷子里啊 持刀啊 杀人 因为他已经错乱了 看到人就砍 好像是 砍了七个人 其中啊 两个人 去世了 电脑的发展 才是这 十来年的时间 一个大学生 是十多岁开始打电玩 打成这个样子 假如我们的孩子 是从两三岁开始打 会教成什么样子啊 不堪设想 第一次规教导 凡事人 皆需爱 我们在延伸 凡事物 皆需爱 我们告诉孩子 我们要从啊 对父母 的孝道做起 要爱护自己的父母 那除了要爱护 自己的父母以外啊 是诸父 如是父 是诸兄 如是兄 别人的父母 也是相当的辛苦 抚养他的孩子 甚至于 所有这些 为人父母者 他同时啊 也在服务这个社会 我们都应该 恭敬 应该尊重 从对父母 这一份爱心啊 我们开始啊 把它延伸出来 对一切的长者 甚至于告诉他们 当你 被欺负了 除了你会伤心以外 还有哪一些人会伤心啊 你的父母 你的亲人 都会很难过 我们要爱护每一个同学 你爱护这一个同学 那将有很多的人 都很高兴啊 这就是孝金说的 敬其父 则子悦 人家对你的父母很好 你会不会很高兴啊 你惜不希望 当你的父母 坐上公共汽车的时候 有人帮他让座 你惜不希望 当你的父母 走进公共场合当中 刚好那个门很重 年轻人 一看到呢 会帮他开门 我们都希望 自己的父母 能得到别人照顾 相同的 我们应该啊 用同样的心境 去照顾啊 这些老人 那孩子的心量啊 就在我们的引导当中啊 慢慢 扩宽 不可以伤害 自己的同学 我的同事啊 有一天 拿了一篇报导 来给我 提到啊 有一个小孩 跟他同学 开玩笑 那同学正要 坐下去 他就把那个 椅子啊 拉开 结果同学 一屁股啊 就坐到地上去 撞到脊椎 脊椎受伤 医生宣布啊 终身瘫痪 这是很好的机会 教育 我拿着这一篇报导啊 贴在后面 跟学生讲 你看 事虽小 物尚为 其实地址归 每一句经文 它包含着太多啊 生活的事件 我们为人父母老师 只要啊 用心 都可以收集 很多 让孩子了解 这一句经文 如何奉行在 生活点滴当中 这一个孩子 终身瘫痪 谁很痛苦啊 他很痛苦啊 他要躺几十年 他的父母更痛苦啊 不只要照顾他几十年 而是 每一次只要看到 自己的孩子 都十多岁了 长那么高大 突然间就动不了了 每次看 那都是追心 这痛啊 我接着又问孩子 你的身旁啊 有多少人 爱护你 多少人 希望你有好日子 那孩子会想一下 我有阿姨 我有叔叔 想一想啊 最起码都有三五十个亲友啊 你就让这么多人 一辈子都很难受了 让孩子懂得啊 时时想到 我的言语跟行为 有没有可能造成 对方的伤害 而当我们伤害一个人的同时 也伤害了一群人 对人要爱护 不只啊 爱护别人的父母 爱护同学 我们要爱护啊 各行各业的人 因为他们对我们 都有贡献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生命的意义啊 就是服务别人 他往后面对 各行各业的人 他接受别人服务 还会很欢喜的 跟人家说声谢谢 当孩子有礼貌的 跟公车司机说谢谢 您相不相信 那一天他都会笑得很灿烂 让我们社会当中 所有这种知书达理的气氛 不断地传递开来 孩子的一个礼貌 都将给这个社会注入一股好的力量 对各行各业都要爱 再来 对一些天生就有伤残的人 更应该要爱护公敬 因为他们先天 已经比较缺乏了 我们要实时 刚好同学行动不方便 要去帮助他 看到不方便的人群 我们要懂得让座给他做 这也是 礼运大同的教会 面对这些观寡孤独 费极者 人生比较不顺势的人 我们更应该多一分恭敬 多一分爱心 除了人要爱 动物要不要爱 我讲了个故事 给学生听 有一个猎人 一早起来 看到了一头藏羚羊 他觉得很高兴 我一早起来 就发现猎物 他因为已经是老手了 不急不忙 把他的枪支拿起来对准 这一只藏羚羊 也发现了 猎人已经在瞄准他了 他突然做了一个动作 这一只藏羚羊 双膝跪了下来 这个猎人 从来没有看过这一个景象 觉得很纳闷 但是也没有多想 接着 就把猎物打死了 当他把这只藏羚羊 带回来的时候 他接着也把他解剖开来 当他解剖开这一只藏羚羊以后 他突然明白 为什么这一只羊 要跪下来 因为 他胎里 已经有一只 小藏羚羊 猎人看到这一幕 非常的感动 也很惭愧 动物也有天伦之乐 而这一只母亲 对孩子的那一份爱 连我们人类都应该好好跟他学习 这个猎人 从此以后 就不再打猎了 我们接着就跟小孩讲 我们希望跟父母平安快乐生活 所有的动物也有这样的希望 当你们在郊外看到一个鸟窝 里面有好几只小鸟 能不能把这些小鸟抓回家里来 不行啊 抓回来 他的父母会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伤心 能不能去买那些野鸟 小鸡啊 要不要买 你越买 伤人就怎么样 越去抓 你不买 他没生意赚啊 他干嘛去抓 我们就在这生活当中 引导孩子 不要去伤害动物 除了动物 要爱护以外 那植物要不要爱 有时候会看到啊 因为小朋友的武打片看太多了 看到树木 他还拿一针棍子干什么 在那里当大侠 有没有 把那些植物打得乱七八糟的 打得都 很难啊 生存下去 那当你看到孩子有这样的动作啊 你会怎么办 机会教育点都出来了 你要不要也拿着一只棍子 你给我站住 他就追给你 他就跑给你追 然后他会下一次说 下一次打的时候 不要被爷爷看到 下一次打的时候 不要被爸爸看到 有没有教育好他 对啊 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 为什么 做坏事都懂得不要让父母看到啊 教育啊 不是只有一味的制止 要懂得引导 懂得掌他的善念 我看学生这么做 也没有当场去制止 等下午上课了 接着就说到了 诸位同学 你知不知道啊 人一个礼拜不吃饭不会死 三天不喝水也死不了 但是有一个东西缺了五分钟以后 就救不活了 什么东西 空气里面的氧气啊 你连五分钟都不能没有它呢 它是你生命当中恩德最大的 可以让你延续生命 那你们知不知道氧气从哪里来的 从植物的光和作用出来 那你看 那你看植物对你的恩德那么大 一个人最责服的就是恩将仇报 忘恩负义 那这个人一生都无辅 我们绝对啊 不能伤害自己的恩人 他会感觉啊 我每一天呼吸都是植物在成就我的生命 原来啊 这个世界啊 万事万物都是息息相关 他那一份对植物的尊敬啊 就提起来 我们接着还引导 植物不止啊提供你氧气 一棵大树就相当于几十台冷气的效果 它时时都让你可以乘凉 可以啊 不会受到夏天的酷热 它时时都在帮助你 还有你看植物的果子 可以给我们吃 植物的枝叶 它的树枝 可以让我们当家具 可以让我们建房子 你看它枝叶花果 时时都在奉献 它的树根 时时都在帮我们做好 水土保持啊 为什么现在 一场大雨下下来 我们看新闻就看到什么 土石流 泥石流 为什么二三十年前都没有这个现象 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爱护树木 都乱砍 烂砍烂法 慢慢这些土壤都没有大树的 对他们的照顾 把他们抓住 慢慢都流失掉 结果这么一流失啊 很多人都被活埋都有 把树跟人的相关性 一点一滴分析给他们看 分析给他们听 他那一份了解 自自然然就会去爱护植物 从地址规当中 我们就可以把仁义理智 交给小孩 这才是真正教他行善 教他助人 地址规当中 哪一些金句是教人 从头到尾啊 都教人啊 是吧 父母呼应勿还 爱护谁啊 父母啊 你对父母不礼貌 不恭敬 父母就很难过啦 你看 财勿轻怨何生 言于忍分自明 这个人啊 左边一个人 右边一个恶 这是会议制 想到自己 就能想到他人 这就是人心 你看景 沉壁冠肩肩漱口 便尿回折净手 看起来好像是 自己爱护干净 跟别人有没有关系啊 有没有 你早上起来都不刷牙洗脸 所有的同学看到你就赶快跑 你有没有仁爱之心 是啊 你每天穿得拉丽拉搭 人家看到你就很恶心 那你就不爱护别人 自重而后人重 你懂得尊重自己 人家才会尊重你 可不能自取其辱 所以连景的部分啊 那都是有 爱护别人的成分在 自观服务有定位 勿乱顿自污秽 跟自己有关系而已吗 等你的孩子去念大学了 他这个习惯养成 他懂任何的公物啊 懂得归还原位 假如这一点没有学好 他走到哪儿都是人家的负担 公物给人家乱放 下一个人要用找半天 有没有仁爱之心 没有 信 凡出言 性为先 跟人都息息相关 最后犯爱重 这都是人 义 修恶之心 对于不好的事情 都会感觉到羞耻 当孩子学了地识规 他觉得我不孝顺是羞耻啊 我不能有爱同学是羞耻 他这个道义出来 礼 礼静 礼静 地识规每一句啊 也都是礼静 孝是对父母礼静 替是对长辈礼静 锦呢 锦是对时间礼静 对自己的身体礼静 对一切的物品礼静 对食物礼静 对饮食物简则啊 都在其中啦 最后智 智是分辨是非善恶 所以地识规又是人 又是义 又是礼 又是晋 当我们对地识规 有更深入的理解啊 你就会更确定 它是当今第一本 最好的家风 家训 它可以让你啊 子孙绵延 几百年 不衰 交着上所思下所笑 我们先要把地识规 演出来 我们为人父母的 整个用心啊 首先要在 自己先做 我们都告诉家长 第一步就是 你要做对的事 先以身作则 阳子始作 地识规 自投自为 都是善心 善心 我们要真正落实 把孩子教育好 只要 把地识规 落实在你的家庭当中 我们又有 身教 又能抓住 机会点 又有 言教 那你所有的家庭成员 都以地识规 来立身 处事 那你就有 禁教 身教 言教 禁教 三管齐下 孩子的成长 一定会很快速 好 那我们早上的课 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